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甜品又简单点 当然有,我们就顺德有家乡煎薄餐 有这么漂亮的馅料,就做个甜薄餐吧 首先讲回这包馅料 里面有花生、椰丝、芝麻、糖 至于如何焗的花生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炸花生的影片 也可以参考一下焗米粉 做米通的影片也有焗焗花生 有芝麻和椰丝 至于比例是一份花生、一份芝麻、一份椰丝 三样拌好之后,再配两份糖 整成一大包,手到拿来 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炸西多,夹一点点吃也很好吃 主要的材料有糯米粉、尖米粉、砂糖、鸡蛋 首先调米粉浆 糯米粉和尖米粉的比例是8比2 我今次做少许的,加80克糯米粉 再加20克尖米粉 总数100克 总数100克,看到吗? 这里清楚一点 然后加糖 1茶匙 不需要太甜 轻轻搅拌均匀 然后在中间做一个洞 然后打一只鸡蛋 然后轻轻搅拌均匀 慢慢搅拌 水的份量 我们都要看浆的状态 现在我暂时调了200毫升 左右的清水 慢慢加进去 这个浆要搅拌均匀 要搅拌均匀 流质的状态 然后在中间慢慢搅拌均匀 然后在粉里慢慢浸泡均匀 盡量不要有粒粒粒 要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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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然后沸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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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煮完後,煮一些糖膠 就點糖膠吃 現在有椰絲、砂糖餡就最好 攪拌到沒有一粒粒 這樣倒下來就像一條線差不多了 我約了50毫升的水 然後約1湯匙的生油 把油拌均勻,讓它有滑度 推上碗的旁邊,慢慢流下來 這個稀結程度就差不多了 準備好後,把煎餅拿出來 開小火,慢慢燒熱的煎餅 當鍋子熱了後,用紙巾濕少許油 然後把殼拿出來 每次下鍋之前,攪拌一下 攪拌均勻後,攪拌均勻 慢慢下鍋,薄薄一陣子 下鍋後,放平 保持小火,盡量讓它每面受熱均勻 這樣,放平 這個煎餅皮 什麼時候才可以呢 它會跟你說的 你看到它旁邊的,開始跟你揮手 差不多可以翻得了 其實類似有些 斑戟皮的做法 但這個做法比斑戟皮更加簡單 以前我家人做的,純網米粉,只是糖 這樣加尖米粉和雞蛋 我自己後期做的,加這兩樣的效果更加好 甚至乎有些師兄會加少許麵粉 然後再放進去 這個漿底做鹹薄餐也是可以的 我們可以用一些菜脯、韭菜粒、蝦米 甚至乎現在外面用些少許櫻花蝦也可以的 當它旁邊大蒂片裏又有較厚的 旁邊 這個是 Richardson 所以我们就集中火力在口粉那边,再煎一煎 基本上它变色就差不多了 当它的底部有点凹凹的,它就会移动了 这段时间,我们就成法反了就可以了 反了之后,我们在旁边加一点油 有点多的油,它煎下去就没有那么容易焦,而且会比较脆的 这边煎了一分钟,差不多了 我们再在这边煎一煎 这边有点点颜色,我们先拿起来 好,接下来我们就慢慢煎到第二块了 我们就慢慢倒进去 下来也就是了,我们就迅速把它烫均匀 煎到差不多了,它差不多可以动 这边就轻轻移一摇 看见面头有点凹凹,有点凹凹的味道 有点凹凹的,就反一反去 这边就轻轻辣一辣去,就差不多了 反了差不多了,约1分钟 这边再煎一煎,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稍微灯一灯,然后就把馅料放进去 那我们洗干一手,现在我们就开始捲它 那这个呢,有尖米粉下去,它就会有点脆脆的效果 如果大家喜欢吃黏糯一点的,就可以直接用糯米粉 那就可以了 那第一件胶为油腻一点的,这个就做一个糖胶的版本 那这些糖胶也是我之前做西多的西麦糖胶 那大家也可以煮一些片糖,煮到差不多一结 那这样,炒好之后呢,也是这样捲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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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条过 那这样,我们就做了 那吃都是相对简单的,拿起来煮熟肉砧板,煮熟肉刀出来 那我们就,好像切寿司那样切,就可以了 一卷卷过 那这样,糖胶版本就完成了 那现在就做了这个 花生版本 那这个就相对就 较为欢迎的,因为多了人吃 那可以给大家看一件中间 那中间拿一件给大家看看效果 那两个不同的版本就呈现眼前了 如果有花生芝麻咸是最理想的 如果没有呢,加糖胶 如果糖胶也没有呢,牛油链奶也很好吃的 那这个家庭煎博餐的分享到此为止 那现在已经在流口水了 那我就先试试 那喜欢甜博餐的网友,给个like的星星 喜欢咸博餐的网友,订阅我职人吹水的频道 如果两个东西都喜欢的,麻烦你加频道会员继续吹水 那下条影片再和大家吹过,拜拜 喜欢就给个like,订阅我的频道 帮我星星分享下,follow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拜拜 拜拜